Mama Nantita 我用Gana Ganavu族的 大家好的意思来跟大家问好 欢迎大家今天收看部落大小生 其实刚被行政院核定为 台湾原住民族的第16族 Gana Ganavu的这个民族呢 其实只有五百多人 过去他们曾经被称为 曹族也称为州族 甚至在日治时期的时候 还叫他们为简载物番 那今天整个部落大小生 我们要透过一些文化 以及他们的证明过程 来了解这个民族 所以如果在待会 大家有任何的疑问 对这个民族 或者是对这个民族 为什么要证明 都可以打电话进来 我们电话是 0227883008 一样我们在进行讨论之前 先介绍我们今天总共有四位来宾 先介绍原民会的代表 他是教育文化处的专门委员 亚巴苏勇 你好 亚巴苏勇 大家好 好 欢迎您 然后第二位是我们的 Gana Ganavu的族人 他是文教产业发展促进会的理事长 翁博学 翁老师 你好 好 第三位是我们的 也是我们 Gana Ganavu的族人 他是我们的旗老 余瑞敏 余老师 你好 欢迎您 第四位也是我们 Gana Ganavu的族人 他是我们的文化工作者 孔月忠 孔老师 你好 Sosman Bejulu 我是Gana Ganavu族的 Bani Gambaniana 中文名字是孔月忠 好 欢迎四位来宾 加入我们的讨论 待会我们的族人 要打电话进来 别忘了我们打 我们的靠音专线 022788 3008 022788 3008 一样我们进行讨论之前 先看以下这段影片 民国82年 在民族音乐学者的安排下 Lalua的Miatungusu 跟Gana Ganavu的米共济 以及阿里山州族的 歌舞纪仪 同时首次被搬上 国家戏剧院的舞台 82年我们表演完了 就各社各回部落 一直想 奇怪 虽然衣服是有点同样 但是语言上不对劲 在那个还只有九族的年代 Lalua跟Gana Ganavu 也被归类在州族当中 经过这次的展演契机 也让两族开始思考 自己和阿里山州族的关系 积极找回自己的文化 他们持续收集各项的文化历史 以及语言的记录 也完成许多族语的教材和词典 并且进行注意教学 也希望能够恢复自己的族名 原本在八八水灾那一年 是已经开始很 就是比较常开会 常研究做那个计划 就偏偏那个时候就 八八水灾就碰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就从那时又稍微暂缓了 就是没有继续了 那么在两年前 我们又再继续去把它比较密集的 开会密集的去做研究 即使争取证明期间 遇到八八风灾 重创高雄桃园和那马夏的交通 但却交不起他们想要证明的决心 他们也多次在公开的场合 对外宣告证明的声音 也希望外界能够重新认识他们 他们也分别在民国一百年五月 和一百零一年一月 向原民会申请认定为原住民族 接着在一百零一年 国立政治大学受原民会之托 承接两族证明的研究案 协助两族证明 期间也召开多次的说明会和公厅会 无论是对族内 以及阿里山邹族的族人 希望取得共识 而证明研究案的报告 历经九个月的调查 内容从史料 世族原流 宗教观 祭典 祭仪到语言都有详细的分析 政大的学者认为 拉罗跟卡拉卡拉夫族 都有各自成为一族的条件 很容易可以检验的 就是从用语言来看 两个南州的语言 是互相没办法沟通的 那这两个南州的小族 跟阿里山的州族 三族之间也没有办法 用相同的语言来沟通 想要自己独立出来 作为一个族 然后以独立族的姿态 来保护自己的语言跟文化 这样子的态度是非常的明显 它最大利己的好处 就是可以名正言顺的 讲自己的话 而不会引起外界的误会 就在族人不断强调与争取 以及邀请当地的各族代表来确认 终于获得重要的成果 证明之后 对于拉罗跟卡拉卡拉夫族 内部的各项文化 以及族语附证 让两族的文化 如何能够真正落实 向下扎根 更显为重要 也成为两族族人未来的挑战 好 我们刚刚看到 那个只是一个非常短的一则新闻 但是对卡拉卡拉夫这个民族来说 他们经历过非常长的争取的时间 我也许一开始我想先请教一下 翁理事长 翁理事长是部落的旗老 跟于长老也是一样 孔老师也是一样 我想先请问一下翁长老 您刚刚在节目当当说 其实您当初想要证明 是跟八十几年 有一场国家戏剧 有一个表演 有很大的关系 对您个人来说 你真正想要让别人称呼 你是卡拉卡拉夫的族人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开始 是 自从在民国八十二年 是 明立国老师 他记集我们 跟塔班尔跟卡拉卡拉夫跟拉罗 这样的一个三个组的这样的一个表演 是 是在国家祭宴 那个时候就深深的感觉到说 原来我们跟别的组是 那个语言跟一些祭典文化是差异很大很多 对您来说那时候表演是很冲击的一次吗 完全是不一样的语言 是 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因为那个时候就这样子看见 真的是很不相同 那么最大的在祭典的不相同 像我们北周的话 它的迈克斯弥 它就完全不能碰到 所谓河里面抓出来的鱼类 那卡拉卡拉夫就是在米宫纪的时候 一定要有河里抓的鱼类之类的话 就是才能够才足够这样米宫的这样的意义在 所以不管从语言 还有包括一些刚刚祭典举行的一个方式 甚至在河流这个部分 是跟宗族这边有很大的不一样 所以我也想先请教一下专委 很多人会觉得说 为什么明明过去的120年 都被称为宗族或朝族的一个单一民族 它有什么条件 可以把它列为现在的干那干那不足 这部分其实要成为一个民族 我们在原住民族基本法有一个原则性的规定 它是这样写 就是说所谓的原住民族 它指的是既存于台湾 而为国家管辖的传统民族 那它要成为民族 它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它必须要自认为原住民族 有这样的一个自我认同 然后第二个部分是一个程序上的规定 要经过行政院的核定 那行政院的核定 基本上也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 第一个就是它的客观的要件 比如说它的一个部落组织 它的语言文化祭典 或者说它的一些社会组织等等 然后再来就看它主观本身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意愿 成为一个民族 那两个条件都符合 它通常就会被核定为一个民族 那我们也有准备 大家会有一些疑惑说 到底证明要有哪些要件 我们准备了图表第五章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在港南港南部的这个证明要件 就是说如果说政府要认定 它可以成为一个单一民族的话 承认它的认同权的话 要有哪些的条件 刚刚专委特别说了部落组织 还有四族联系宗教官跟记忆跟语言 还有确认整个疆域的边界 我想先请一下孔老师 就这个要件来说 您觉得说在你这个民族跟州族之边 差异性最大的是在哪个部分 我觉得有两点 好 请说 刚才那个刚刚影片里面 你们有提到第一个是部落组织 部落组织 我们很清楚阿里山州族 你们有所谓的Hosa这个组织 但是我们在Hosa组织里面 并没有把我们卡拉卡拉夫跟拉拉 列在他的Hosa的体系里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语言 所以当初曹族改为州族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很强烈的感受 因为潮这个发音是人的意思 我们卡拉卡拉夫称人为造 比较接近 潮 后来改为州 州是阿里山州族所讲的人的意思 不过我们一直以来 我们一直没有自称为造或者是州 我们的自称都是卡拉卡拉夫 所以从潮族里面改为州族的时候 我相信宇大哥 你可能那个时候也会有这种感受 我们怎么突然间本来是造 后来变成州 感觉不一样 所以那个时候开始 我们内心会有一种冲击 是 是 那宇老师呢 认为说在这个部分 政府有政府认定的方式 可是就你本身来说 跟以前政府官方认定的潮 跟你们族最大的差异 也是跟孔老师讲的是一样吗 还是有别的看法呢 他上次跟孔老师说 讲的是一样 是 只是在本来叫做潮 或者在大约是民国八十五年的样子嘛 是 那个北州认为他们认为这个潮是不合理啊 他们在北州当然人数比较多啊 是 是他们提出更正的 他们提出更正的做 我们也不晓得啊 我们就他们改了以后 我们也就顺服他们 我们这边就做了 就这样 但是你心里想了 其实你们应该叫 甘拉甘拉夫 对 我们叫甘拉甘拉夫 是出国以来本来叫做甘甘拉夫 对啊 好 那我们再看一张图表 我们来回应一下那个余老师特别谈到 我们谈到的 在图表第四章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三位老师都有谈到 其实不同的时代背景 对这个民族来说有不同的名称 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有趣的一个过程 日治时代的时候 这个民族被称为 简載物藩 潮主 国民政府的时代也潮主 那还有呢 在民国八十七年的时候 刚刚余老师特别说 其实潮这跟州的 本来就意思有不太一样 所以州主人去想说 应该叫州族 可是对甘拉甘拉夫族来说 应该要叫甘拉甘拉夫 所以呢到今年的六月份 叫甘拉甘拉夫族 所以呢我也是很想问老师说 那甘拉甘拉夫 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翁老师可以帮我们先 稍微解说一下 好 还是孔老师先讲 好 孔老师先讲 这个问题非常好 因为太多人问我了 到底甘拉甘拉夫是什么意思 是 我们的中文的 我们的书写是卡纳 卡纳 卡纳乎 是 但我们真正的 我们的发音是 甘拉甘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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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拉甘拉夫是怎么来的呢 是 是从下面这个 甘拉乎来的 那这个卡纳在我们的语言里面 它有住跟属于的意思 所以这句话 我们要解释的是 解释的话是 住在甘拉夫的人 是 那我们的语言习惯 我们会有重叠词 重叠词的话表示是负数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自称是 甘拉甘拉夫 是 这个话是从这个地方 从甘拉夫来的 是 所以如果我们去解读这个意思 有一个部分的解释是说 甘拉甘拉夫就是 住在甘拉夫的人 有这样子的意思 是不是 那也许汪老师这边 也许在 有不同的解释 对于甘拉甘拉夫 欧老师请说 在很早前有一个长辈 他如果还在的话 已经是有120岁的年纪 是 那么他曾经告诉过我 在日记时代 当时日本人在同治台湾 那一段时间 也建了不少的道路 那么因此那个时候的 日本人 日本警察 在我们叫做 丹安拉 就是目前的 我们 达卡路 的一个地方 也设了一个日本神社 是 那么因此他当时就有 有几个警察 日本警察在那个地方 不过很早以前 他们是帝国主义嘛 他们是比较属于命令式的 我们都无法去反抗 所以因此呢 当时就在住在 卡拉夫这样的一个 我们的部落的族人 是 有几户 那么因此在当时呢 就 那个时候的就被 日本警察 就随 就危害了那些 部落的人 我们的族人 在那个地方 是 所以 在早期的时候 他那个地方的名 那个地名叫做 马里比利贝 就是 风最大的地方 这样的一个名称 后来 他 日本警察 危害了之后呢 危害了之后 那 也受到我们 我们主人去 防抗啊 之后 将这个警察呢 就 陷害在那个地方 是 因此在那个时候 日本 那个时候 就 调查了 就调查说 应该是某某人杀的 哪一组人杀的 因为那个时候 在南马西亚 只有 某某某的人 在那个地方 所以 他就 很快的 就指 指着说 应该是 某某人杀的 是 某某人杀的 所以因此 从那个时候 那个地名 就成为 某某的一个地名 是 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存在 是 谢谢翁老师解说 所以 肯老师要再补充吗 我补充一下 好 某某这个名称 我们在 和林时期 热兰之城 那个日记里面 是 他就有 他有记录 说某某 是 大概就是 应该就是指我们 所以 某某这个名称 在对我们来讲 是 数百年前 以前就已经有了 就和林时代 就已经出现过这个名称了 是 好 我们从 不管是荷兰时代的记载 或者是说 我们刚提供的 不管是孔老师所谈到 这个 从那个族语的拼音的写法 来认识某某某某 还有包括 翁老师所提到了一个 文化上面的历史的故事 我们都希望族人朋友 原住民族 可以记得某某某某某 这个族名 那我们在接下来 我们还要再继续来 透过一些文化层面的议题 带大家来认识 我们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马上再回来 回到现场 这是东西 这里是一种花生的一种花生, 若果有点的花生, 我们去加水池摀, 这是我们的花生, 我们在吃虾, 我的花生不少我们的花生, 我们在我们的栋梁里面 我们在栋梁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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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欢迎回到部落大小生日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要谈的是 最定行政院核定一个最新的一个民族 是Ganaganavu这个民族 那我们先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这个民族到底是居住在哪些地方呢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表的第一张 第一张的图表呢 其实是这些族人 其实大约住在的地方是在南马西亚区 在高雄区 它有两个里 包括Dakkanuwa里还有Maya里 大概人数真的非常的少 只有500多人 那其实呢 在这次的整个证明的过程 刚刚我们专委也特别说 其实这个最大的有几个证明的要件 包括你的部落组织 还有你的氏族 也包括你的宗教观 还有你的语言 还有你的传统领域 到底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存在 其实刚刚以上来宾有特别提到 其实语言差异真的很大 到底差异有多大呢 我们看到这个图表的第六张 第六张图表我们就看到 其实这个周语跟Ganabu的语言 结果只有1%是相同的词汇 这个也是一个很证明的一个关键 那现在我们有观众的族人要call in 我们先来欢迎这位新竹的陈先生 他是我们汉族朋友 我们先听看看对今天的题目有什么看法 陈先生你好 请说 你好 那证明之后的主以赋证特别重要 那1960年12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 反对教育歧视公约 其中第五条 它的内容 国内国家必须承认 国内少数民族的成员 有权使用自己的语言 进行总体性的语言教学 他们可以推动教育活动 可以维持学校 这个内容有几点特性 第一 总体性的语言教育 就是全面性的族语教育 第二 这是在一般教育体系 进行全面性族语教育 第三 如果多语系的原住民族 或是学校 可以在同一个学校 成立多语系族语班 第四 一般教育体系 也是原住民族教育自觉权的范围 谢谢 好 谢谢 好 每次陈医生打电话进来 都会帮我们引用一些 联合国的一些的看法 不过我想请问一下专委 其实你是州族人 当然刚刚有特别提到 其实是从州族 然后独立出来变成一个民族 州族的族人在这个过程里面 是经历过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认同还是不认同 这个过程是怎么样 可以稍微帮我们描述一下吗 其实就诚如刚才所呈现 其实我们州族的内部 也一直都认为说 其实我们跟卡拉卡拉夫 真的是不太像 应该不是同一个族群了 在你们本身内 就认同这样子 不是同一个族群 对 其实都有这样的感觉 因为我们常常在聊天的时候 就觉得我们没有办法用语言 直接用我们的族语来沟通 我们要用第三国语 用国语才有办法沟通 所以就是其实这一次他们这样证明 我想族人我们州族人都是抱持的乐观旗成 跟祝福的态度 是 那曾经一度在证明的过程当中 曾经有因为传统领域这个部分 也造成整个证明的时间有点延后 那这个问题是后来是怎么样解决的 这个部分后来就是其实 因为卡拉卡拉夫跟州族的领域的界限是比较清楚 那可能会比较有问题就是后来迁徙到那个地方 有些是被日本人迁徙到那个地方 卡拉卡拉夫传统领域的布农族 布农族人 那但是后来布农族他们也同意 就是说其实那个地方是卡拉卡拉夫的传统领域 那他们是后来才迁进去 所以后来这个部分就比较没问题 是 好 我也想问一下余老师 余老师对你们这个民族来讲 长期跟布农族相处 也长期被归为咒诅 但是对这两个的族的民族的族人 你现在是抱持什么样的一种心情 就是因为我们跟卡拉夫在南门下来讲 在族境上在我们的语言上感觉到非常 比较有点困难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族境陆陆细细进入到南门下 比如是布农族 大约是在民国25年 一直到民国42年陆陆细进来 一直进来 结果后来就被我们多了六倍之多 六倍之多 所以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语言一下就被盖住了 是 所以因为他们都不会讲我们刚刚那么多话 所以变成是我们刚刚刚就讲他们的话 才可以沟通 所以在我们要对动这个语言文化方面 是有点困难的 因为我们南门下不像北的乡镇是 不像北的乡镇也有著名是 都是单一族境 那么我们南门下是好像多族境 那后来民国45年46年 冰冬的白王子又进到我们那边了 民国48年北部的第二组 也进入到我们北部那个复兴乡 是 到你们那边去 对 到我们那边了 还有一些新竹的 还有一些苗玉的 所以人数都比你们多吗 大门下比较少 是 泰雅族比较少 所以对布农族或州族这边 您现在的感觉是什么 就是因为你们已经证明了 我们就觉得我们的文化 受到大大的影响 受到打击 所以我们要对动我们的文化 对动我们的语言 就会感觉到非常的困难 是 好 那孔老师呢 对这两个民族 我知道不管是州族布农族 其实你们也在私底下 或是公开场合 也不停地去说明 对不对 有这样子的一个很长的过程 刚才您问的传统领域的问题 当初我们在推寻求证明的时候 延命会那个地方啊 其实他们真的他们有他们的高度 跟他们的世界了 所以我们南无论地去买 但是我们现在要清除地界定民族的边界的话 真的有它的困难 所以当初我们跟 圆明会的报告是 我们主张 我们现在的行政区域 就是我们 感到感到的生活的区域 之后假定 有机会走向自治的话 我相信在地的人 会透过协调 会透过很多的方式 一定会有智慧 去解决当前的问题 是好 那其实刚刚透过那样的团话 知道说不管在 跟这两个民族之间的互动 其实经历过一个 很长的这个部分 也是希望透过 很长时间的沟通 能够得到他们的认同 支持你们的证明 其实不止这样子 其实我知道 在整个恢复他们的文化 也是历经非常多的努力 在接下来我们的影片 要看的是叫做 今天也要带大家来了解一下 为什么 咱咱咱咱咕有这样子的一个 你共济 我们来看一下这次的报导 有看到就要保持着 您可以看到 一切都要保持 中国人 estar里很远 在長老到各家族巡視之後 挑選出神經的家族中夢到最好夢的代表 在場中燃起火把後 將火把帶進GanaGanaFu的男子集會所 在各種點燃火爐 為GanaGanaFu的迷宮祭揭開序幕 迷宮祭指的就是慶祝小米豐收 也就是對著天神和祖靈的感謝 讓GanaGanaFu的族人生命得以延續下去 我們以前的所謂小矮人 我們GanaGanaFu稱之為 有給我們這個小米的種子 然後我們的族人很重視這個種子 我們要好好的找一塊地給牠播種 GanaFu很相信那個所謂夢 這個夢呢 你的夢很好 你就都是你要去帶路 你要開頭去把這個開墾播種 一直到豐收都是一個很好的夢 為帶頭 接著各家帶著祭品米糕肉酒和魚 進入Zaglu接著與圍繞在Zaglu周圍的父女一同分享 還要將米糕黏在柱子上 象徵堅固 團結的意思 最後不分男女族人圍繞著廣場上的火爐 唱著雞歌來感謝天神 我們會拿那個北北或者Zunugu它是黏黏的 我們黏在那個屋主就是柱子 甚至在它的所謂各接縫的地方 我們把它黏起來 主要是目的是說讓我們這個房子 讓我們這個Zaglu任何一個你所居住的環境 讓它很穩固 然後這個屋主能夠長長久久住在這個地方 祭典最後長老會用麻繩 為每一位族人祈福來驅除厄運 才會結束 在今年的米糕記 有許多Gana Gana Mu年輕的族人來踴躍參與 甚至臨近的國中小老師 都帶著學生來觀摩 讓部落的長老感到很開心 也希望接著米糕記 讓年輕一代的族人來認識自己 好 好 剛剛看到這樣子的一個米糕記 是在整個正米的過程當中 學界在這邊的研究報告說 這個是非常獨特的一個祭典 那其實各位觀眾可能很不清楚這個部分 一個民主要怎麼恢復它的文化 其實這個祭典已經中斷20年 我想這中斷的原因 也許我們先請余長老幫我們說一下 這個祭典為什麼當初會被中斷呢 是這樣的 國民政府有的擔任以後 一直主張是三地人民生活改進 是 政府認為我們原住民的文化算是漏洒 所以大力的要改革 所以把我們原住民的所有的文化 就好像廢掉了 是 廢掉以後經過很長的時間 那很多那個趨勞都一個個過世 所以慢慢慢慢就把這個我們的 或者米糕記啊 還有我們的文化都消失了 還好李總統 李登輝當上總統以後 大力就主張 所以那個要對東中所謂的鄉土文化 鄉土文化 所以要把過去我們的文化又倒出來 是 那麼像我們這些比較年輕的 當時比較年輕的 不是像我們那個時候還算是小孩子 還是小孩子 我已經六十多歲的人 其實我也沒有趕上以前都沒工具 因為那時候早就廢掉了 所以連我這些都沒有趕上 那你們後來怎麼找到這樣 紀典的遺失過程 後來就是這種 推動這個所謂的鄉土文化以後 是 結果那些還比較虛擾的 當年可能是年輕人 但是到我們那個時代的話 到別人就是虛擾了 是 他們就還有一點點印象 所以慢慢尋找 尋找是怎麼樣的氣點 然後就慢慢尋找 結果慢慢的就 結果一直就把那個這個 據點這個迷宮祭的這種文化 就招出來 保留下來 是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很不容易的過程 中間要非常族人 有一次個凝聚共識 然後對這個文化都認同 但是我們也很好奇說 其實學界認為說 迷宮祭很特別 但是都不知道 它為什麼會有迷宮祭 我想請問一下翁長老 幫我們來談一下 就是你們族人 這段的文化歷史的背景 到底是什麼呢 是 迷宮祭的由來呢 在過去族人呢 有一段時間是飢荒 幾乎都是在一年當中都沒有下雨 是 那麼一直所種植的東西呢 都無法成長啊 那有一次就是這樣子 族人就覺得說大家都很 就沒有東西吃了 那麼有一個壯年 他為了說 幫助族人尋找這個在地上生長的 只要是像類似有一點像地瓜或牧鼠的這樣的一個長相的一個東西 就也許可以當作食物了 是 因此他就提著大廚頭就到山上去尋找 結果找到一種樹藤啊 名字叫做Namishi 那麼它這個東西呢 它的根部也會長果子 它的果子類似地瓜一樣 那麼它這樣一直挖 挖 挖 越來越多 越來越深 結果挖出一個大洞來 結果往下一看 奇怪在那個地洞裡面 有小矮人在那邊走動 有小矮人發現 對 在那邊走動 結果他很好奇 因為在他的 就小矮人的這個廣場呢 就看見有曬了小米啊 當時他還不知道 這個是不是小米啊 那他就砍了一個樹藤 這樣子綁在一個樹根 然後就這樣墜下去嘛 結果他就看到啊 那小矮人也看了眼睛下 怎麼會有巨人來了這樣子 不過當時他這個年輕人 就他很快地就跟這個小矮人說 能不能給我這些東西啊 給這些種子啊 他說那個小矮人就回答說 我還沒有無法給你了 你要先幫助我工作喔 因為當時小矮人想說 這個人這麼快 這麼大喔 應該工作的話很快他 一塊地他就可以做完了 所以就這樣子想 然後一直就跟他要求說 你先暫時住在我這裡 幫我做事之後 你才能夠帶種子回去 是 所以真的沒有想到 米共姬跟小矮人有關係喔 是的 是的 那孔老師其實帶了蠻多的 一個照片喔 我們來看一下喔 特別是我想孔老師 這張照片是家紀的這個部分喔 這家紀的意義是什麼 很多人問我 米共到底什麼意思 是 其實我們的米共姬啊 它有兩個階段 一個階段是家紀 再來就是團那個團紀 那米共這個動作就是 剛我們翁理事長所講的 打扎拉給 在影片裡面也有講 打扎拉給就是那個小矮人 小矮人給我們那個小米種子 然後跟我們約定 你種成功來以後 你新的米啊要叫我們來 讓我們嘗嘗看 但是之後小矮人突然不見了 沒有人知道他們到哪裡去了 那桿桿佛就按照原先的約定 每年我小米有新米出來以後 我照樣在做米共的動作 米共就是把新的米 放在家裡的柱子放上去 這個就是米共的動作 是 所以我想再補充一下 好 我們能夠證明成功 其實我們祭典的再現 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以前談到那個周族的祭典化 一定是談到阿里桑 像霍米亞亞或是米亞斯里 太著名了 但是沒有人知道我們 我們祭典重新在呈現的時候 這個民族的確跟阿里桑的 霍米亞亞或是米亞斯里 是它有它不同的詮釋 可見是一個 另外一個不同的民族 那個余老師我跟您請教一下 我們看到米共濟 目前是非常完整的呈現 但你參加這樣 在你參加這個祭典的過程當中 你內心有沒有很感動的這個部分 當然是感動 為什麼呢 我們能夠把 我們感到這個傳統文化 米共濟能夠行為來中心對動 當然是令我們祭典是感到非常欣慰 是 那現在的年輕人呢 有沒有在參與這樣子的一個祭典文化 你們是怎麼樣讓孩子都知道 有這些祭典文化的寶貴 那當然我們到了這個時間的時候 當然我們是都要把我們的祭典都召集起來 是 包括年輕人也好 小孩子也好 我們都不知道召集起來 為什麼呢 我們主要是讓這些年輕人或是小孩子 能夠了解我們的文化 將來能夠繼續保存 能夠持續到 存留到將來一直到往後 我想那個亞巴斯庸也是鄒族人 對於就是年輕一代要參加這樣子的傳統祭典來說 其實鄒族這邊也是做了相當多的努力對不對 那對於他們這樣子的文化 的確是跟鄒族這邊有很大的一個差異 所以在你本身的生活經驗來說 對於這個民族的這個祭典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是不是跟鄒族這邊是差異性真的非常的大 老人家怎麼看這樣子的一個事情 因為其實像米共祭跟我們阿里山這邊的鄒族的祭典 確實是我們這邊的鄒族是沒有這樣的祭典 當然我們是有跟小米有關的祭典 其實跟米共祭確實是有非常大的一個差異 程序也不一樣 也不一樣 好 那我知道其實在那個米共祭這邊還有一個 就是要有一個夢 好 夢跟記憶其實有關係 我覺得這個也是可以讓我們的族人朋友 多分享這樣子的一個文化遺憾 翁老師 聽說在這個米共祭有一個過程 一位祈老他必須要找一位做好夢的族人去點 在男子集會所裡面的那把火是不是有這樣的過程 老師可不可以幫我們提一下 是 剛才剛才我在米共的時候 在還沒有佳季的以前 他要開始要做祭典這樣的一個儀式的時候 他要 長老他要先做一個討論 長老先做一個討論 那麼討論就是要到每一家族 去問今天誰做的夢最好 是今天 因為祭典是今天 所以他要問的是今天早上誰的夢是最好 那因此通常在族人裡面所解夢的方式 那是什麼叫做好夢啊 通常就是說他會有人送他 不管是很好的東西啊 比如說像挖出來的地瓜 都是沒有臭的 都是很大 而且是很漂亮的 顏色都很漂亮 像香蕉一整串都是還沒有黃 就是很綠又粗這樣 那通常是屬於很好的夢 是 包括夢到女生 美女 這個是男生 夢到美女 是 非常愛你 這樣的一個夢的話 這個也是好夢 他都是列入在所謂很好的夢 是 所以過去都會有這樣的比較 用這種的義照來代表 因為可能在他的生活常理裡面 時常有這樣的一個發聲 或者是這樣的一個好運 都是這樣的因素在 所以就是非常重視夢的 我們好像還有一張照片 裡面是有在點火的照片 好像在余老師那邊 好像有第二張有點火的照片 其實他這個好像是說男子 就是被選的那位部落的男子之後 要到在男子集會所裡面去點火 是不是 余老師那張照片 好像就是這樣子 這個點火是怎麼意思呢 剛才我們不是談到那個夢境嗎 剛剛吳理事長也提到說 哪一個人做夢做得最好 然後我們的Lani 就是首領啊 還有我們的祭司 會指定說 你很好 好 所有解讀之後 你的夢最好 那今天就長老會把火把給他 然後他要上到那個 我們講古巴 我們是扎格勒 扎格勒 我們講扎格勒 他上去點那個火 他有一種新傳的意思在那個地方 是 新傳的意思 對 代代相傳的意思 是 好 那其實我們剛剛這一段呢 特別透過一個祭典 就是米共祭 這個文化來讓大家能夠更認識 其實這個米共祭 其實沒有想到它是跟小矮人有關係 而且這個米共祭 是有點心火相傳的意思 好 那在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我們要繼續還要再談的是文化 包括他們的傳統服飾 還包括他們另外一個祭典 叫做合計 還有包括他們整個的命名文化 我們先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平時一會行 有 reprogram Historic 他們回想去還有 我的小小孩 我才會聽說 都不要這樣 我愛你 你得不得於 從此而言 自己從來 都不在小孩 並在幾乎 又說 你連先開始 欢迎回到部落大小生的现场 我们刚刚谈到很多包括 甘南甘拉夫的整个证明的过程 也介绍了这个米共济的特殊性 那现在我们有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 他就是我们甘南甘拉夫的族人 他是高雄市的翁小姐 我们请翁小姐稍微分享一下证明之后 你现在的心情是怎么样 会有今天对这个节目的讨论 有什么样看法呢 翁小姐请说 你好主持人 很开心今天我们甘南甘拉夫证明 这个路上 虽然我们很辛苦 可是我们的勤劳有陪伴我们 所以我们这一路来都非常顺 然后就是以前我们甘南甘拉夫这个名字 虽然我们从小都知道我们是甘南甘拉夫的 可是在中央工部门 我们是没有证明 所以我们就好像是一个没有名字的人 然后今天我们就是让族人共同去努力争取到第十六族 我很开心 我本身也是敢了甘南甘拉夫族人 对 然后就很紧张 现在非常紧张啦 因为太感动了 好 谢谢 谢谢翁小姐 好 待会有任何的族人都可以打电话进来 我们的扣印电话是 0227883008 0227883008 请各位朋友打电话进来一同分享 那刚刚谈到这个米共济 其实甘南甘拉夫对于这个河流 对于这个鱼这个部分 在祭典里面其实是必要的 对不对 但是好像在周族这边的一个祭典里面 是某个祭典是不能出现这样子的鱼类吗 所以这个是差异很大 对不对 亚巴斯佑 对 就是在我们的小米收获季 就是我们的Homea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绳 叫小米绳 那因为我们在Homea的时候 它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主角 那因为在这个白兔努的眼里 白兔努看来 鱼就是蛇 在他眼中那个就是蛇 所以是很不好的东西 所以在这整个Homea的一开始 应该说前一天 我们就都不能够碰鱼 前一天不能碰 前一天到整个祭典结束 都不能碰鱼 然后餐桌上 然后家里也都不能够有鱼 所以它大概在这个部分 主要是针对小米绳 因为在小米绳眼中 它是很不好的东西 它是不好的东西 那其实对祭典来说 跟这个Kanakanafure Bikonji的内容 是完全又不一样 是不是孔老师 我有一次去亚伯斯墓那个地方 参加他们的Homea 那个时候你们带我到 王头墓家里 你们都会有一个篮子 摆那个地方吗 我过去看 我先很有礼貌的说 可以照相吗 他说你当然可以照相 但我一看里面没有鱼 我很在意 小米竟然不放鱼 这个是祭典吗 这个就是我们的差异 在那个地方了 因为我们的祭典米供祭 鱼一定要有 鱼是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祭品是一定得有了 是不是 因为在之前 我们在收割小米 那个段时间的时候 我们是不碰鱼的 小米收割完了 要米供了 这个时候是可以吃鱼的时候 所以在这个时候 就是我们前一天 在前一天就要去补鱼的动作了 是 所以在我们在迷宫的时候 有一个人不是说 那他就是他要从河里面回来了 是 那个要诚意十足 你没有做这个动作 你没有摆那个鱼 不成我们的迷宫祭 是好 刚刚那个孔老师特别讲这个 迷宫祭里面要有鱼 其实我们在整个 在恢复文汉当中 我们也看到了一个记忆的恢复 这个叫做合计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表的七字一张 我们来看这合计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 我们大致整理一下 而其实是感谢神明的庇佑 还有包括 其实他也体现出一个 港南港部这个民族跟河川 还有鱼虾螃蟹一些象征的关系 甚至透过记忆里面可以强化这个族群的认同感 好我们再看下一张图表 他非常多的一个过程 好也是包括刚刚翁理事长讲的 他要有一些疾梦 还有包括在这个鱼群的聚散 还有把它都兜在一起 甚至还有一个分享的一个过程 我们其实今天我们的族人也带了非常多的照片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合计的一个过程 我们还是一样我们请翁老师跟余老师 我们分别来对这个余 合计来做一个文化的解释好不好 那欧老师你先请好了 就是为什么会有合计呢 是 合计的由来在过去有一个名字 就是年轻的一个男子 叫做南马祥 是 这个是一个年轻的一个小男生 当时他的年纪也大概是在15岁左右 这样的一个男童 结果他不像其他男生 很喜欢到山上放陷阱什么的 他不一样他就是很喜欢到河流玩水 跟抓河里面的东西 有一天他就往这个南马祥西里面 这样子游玩的时候 明明是有一个 一个是好天气 那么奇怪 这个水就浊浊的 他就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 后来他回去了 因为时间晚了一点 回去他又心里打算说 我要再次去河流 看个究竟到底是什么原因 那么有一天他又到河流里面去看 明明是天下大雨 水怎么就减少这么多 就不像平常这样的水量那么多 结果他就已经有心里准备了 他当时就带了便当 那就发现了 他是顺着河流就往上走 就发现一条大的鲁曼 那个在主人里面说如果他生存的话 就会危害主人 所以就一次就回来的时候 他就告诉主人说 这个鲁曼非常大 那么他如果继续生存的话 会危害我们的主人 因此当时 那个长辈们主人们就讨论了怎么样去杀害这条鲁曼 那因此当时就用了很多的方法 结果还是无法这样子杀害他 结果最后是山猪要求主人说 我来帮忙你们杀 山猪来帮忙 对 帮忙杀 结果山猪是达成了 不过他有要求条件 如果他的小山猪到你们的原地 吃你们所种的农作物的话 请你们不要杀他 当时主人就答应了 也答应这样的一个就是约定 那么结果不久 这个Marsha这个年轻人 就可能受到惊吓 不久就死掉了 所以因此这样的过程当中 为了要纪念这一个年轻人 然后要纪念这样的希望说 合理以后不要再有事发生 不要再有这样不好的东西来出现 所以就开始所谓的既核审 既天审跟既核审这样的一个开始 我觉得这个祭典是很有意义 不管是从文化层面来看 它跟人跟自然界河流之间的关系 是很紧密的 其实龙老师这边也很多的照片 我们也准备蛮多的照片 看一下那个合计的内容 这张照片龙老师其实是男子 部落的男子全部都要到河流旁边 是不是 有这样的照片 甚至你拿的这个好像是祭品 您翻页过来 您翻页过来 是有一个祭品 好这个祭品有没有什么特殊性 你看起来好像还有一点小米酒还有地瓜 这个意思又是什么呢 是在过去族人在到河流 这样做一个仪式 做祭典仪式 那么他会通常都会带那个麻绳跟芒槽 还有酒还有地瓜跟搅碎的米 那我们先说搅碎的米它是撒在水里面 让就告诉鱼说你们尽量吃我们给你们的食物 让你们吃的肥肥的 那也尽量不要靠近我这样 是 鱼老师有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呢 对这个河季 我们其实还有别张照片 我们也可以再看一下 那么对这个河季的问题 事实上就是一个族人 就是一个村落里面或是部落里面 找些年轻人到河流去捕鱼 那么捕鱼以后就回来就是要大家分享给部落吃了 一定要分享就对了 分享给所有的部落 那么在这个进行河季的这个过程当中 刚才文哲学会抵到了一些 当你要去抓鱼去捕鱼之前 你一定要杀一些米 杀一些米 那这个还有两个意义 就是引鱼过来 引鱼过来 就是第一点 第二点带有一种养殖的这种概念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我在捕鱼就是抓那些大的鱼 那么小的觉得不抓 为什么要杀米 就是带有养殖的这种意识 希望它小鱼赶快长大 对 有这种概念 第二个我们要听到要进行这个河季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气味 什么气味呢 不能带猪肉 肉有油嘛 为什么 让吃的可能 不能带猪肉类的或者是香蕉 是 那辣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东西往下掉到水里面 对 鱼不好 会污染这个水 所以也有这种环保的这种概念 真的 所以说我们刚刚看到我们说有这样的这种 这个德式文化 对启牛是非常有保护的观念 其实还有孔老师这边 我知道你们好像为了要保护鱼群 好像还会男子身上还会背着一个很大的一个棕榈叶是不是 那是什么样的作用呢 我们好像也有一些图片 余老师我们的余大哥刚刚讲 其实我们这个合计 的确是还蛮有一种现代的生态观念 因为我们举行合计的时候 通常是鱼虾产卵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要带食物过去呢 就是要喂鱼虾让它们好长大 我们会带棕榈叶那个地方 会到还有我们还会带那个Sabor Sabor is什么 鱼王 那个鱼王一定要干干净净没有味道 最好是新的 那我们把那个食物不是撒到水面来以后 我们要帮助 因为鱼虾它有一个特性 它会要回到它当初它出生的地方产卵 所以我们会带棕榈叶 我们会带那个鱼王 把那个鱼往上擀 感到你出生的地方 好好产卵 在帮助他们 在帮助他们 在帮助他们的意思 所以我觉得还是蛮有一点生态的观念 是 其实透过这样子的文化 你就知道说 鱼王鱼王这个民族的生态的智慧 就在记忆的当中一个展现 除了这样子的一个记忆介绍之外 我们还要介绍 其实翁老师今天很想要谈的是一个名字 的这个部分 我们其实做了一张图表 也是要让大家认识 如果你遇到鱼王鱼王的族人 你一定会问他说 你叫什么名字 但是你可能不理解 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取名的方式呢 我们做了一个图表第三章 好第三章的图表 我们先来看 这个是孔老师的族名 是这样子写 我不知道老师我这样念对不对 是叫巴尼吗 是巴尼吗 你可以稍微 帮我们的观众朋友 稍微解释一下 在你们的族这边 这命名的方式 有没有什么 大家可以来知道的 这个文化内涵呢 谢谢 请说 我们的 是 我们的名字 以我自己的名字为例 是 我的名字 我的名字叫做 巴尼 刚主持人讲 有 还有我们还会加上 我们的这个家族的名称 叫 甘巴尼娜 有 我刚刚看到你的名字 后面有加你的家族名 对 所以其实如果说 拆开来看的话 他前面这个地方 他意思是说 要住或者是属于巴尼 巴尼 巴尼就是我人民 那 这个地方是地方或位子 所以 我们在称呼人的 我们在称呼的时候 比如说 他也叫巴尼 我也叫巴尼 但是我是巴尼的 甘巴尼娜 他是 巴尼的 甘巴尼娜 或者是什么什么的 所以 我们的 我们的名字 就是按照这个有规则的 去延续下来 那到现在为止 我们的名字 男的名字 我们现在还保留 使用的大概有17个 女的 女生使用的名字 我们现在还有16个 那是按照它的 它是聚成 聚成的 我想这个部分 余老师要不要补充一下 余老师应该很清楚 在这个命名的文化 余老师可不可以 帮我们稍微补充一下 这样子的一个文化内涵 还是翁老师吗 好 翁老师讲 关于这个命名的一个过程 我们是以传承 比如说 大孙子是其祖父的名字 大孙女其祖母的名字 以下是我们兄弟姐妹的名字 是这样的一个 既成式的方式 这样的命名 那么我认为说 因为比如说 Kanbanina 他们人数比较多 兄弟比较多 那孩子也一定很多 那既然像刚才所说 是取代祖父的名字的话 那他当中一定会有五六个 都是叫做Bunny 都叫Bunny 所以因此我认为说 用爸爸的名称 爸爸的名字附带下去 是比较容易知道说是谁家的小孩 是 那你现在如果说 用你的信誓的 这样的一个取代的话 是 也许在电脑里或者说 要找人 也不太方便 因为同样的名字是很多 而且是同辈的 所以都是都叫那个名字 所以因此我认为说 我比较主张的是 希望能够用爸爸的名字来取代 这样的话 比较容易 而且大家也很容易 知道说 谁家的小孩 是 是这样的一个 其实我族民这个认识 大家 观众朋友大概 有稍微有一个 初步的一个了解 但是我知道 在Ganaganavu这几年 做了很多 也包括寻根找回自己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准备的一些的资料 关于寻根的整个一个过程 我想 也许问一下那个余老师好了 余老师 就是这几年 其实你参与过寻根 对不对 所以寻根的话 你们这个民族 要到哪里去寻根呢 我们到 我们的那个 在我的想法 这个部落是 大概是我们 第二个或是第三个 所群洗的地方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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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往这个地方去寻根 就是在我们的 南麦夏的行政区里面 所以在我的对论来讲 大概可能是我们 在南麦夏的 在南麦夏的 第二个是第三个地方 那我们在这边 住了多久 人口正多 这个地方我们叫做 大罗路云达纳沙就是说 黑色的这个部落 什么 当中的茂园嘛 茂园嘛 茂园表示说 人多的意思 是 所以叫做大罗路云达纳沙 这个地方部落 所以刚刚我们看到那个碑文 那个碑文 其实就是您刚刚说的那个地方吗 是 就是在南麦夏的区域里头 对 在我们的新生区域里面 是 但是我知道 在你们的迁徙的过程 其实还有包括 可能还要追溯在台东 那个部分 对 老师可不可以再讲解一下 这样子在台东 那边的迁徙的这个文化的过程 实际上是这样讲 有说是东来说 有个西来说 是 那么在东部来讲是 在根据日本的技术 所以我们刚刚那位也是在 从东部那边 是我们的花园地 是在东部的这个 那之哪这个地方 那之哪是一个地名 那之哪是一个地名 对 那么这个位置大约是在北南西的中上游 中游还是上游这个地方 后来因为这个东部这个地方 还有很多的族群 包括北南族 或是鲁凯族 或者是白湾族 那像阿美族 或者是布洞族 是比较后来 那可能在阿美族 跟布洞族 还没到以前 我们就先离开了 可能是我们被 其他的族群死去压 人数比较少 比较少 而且我们是比较文化的民族 比较文化 不想跟这打斗 所以我们就只好是大选行 离开 放入南中央山脉 那在放过南中央山脉的时候 这个消化了我们的园区 在这边可能死伤很多了 然后放过南中央山脉以后 沙拉就留在这个 现在的导演区这个地方 是 最后我们刚刚刚看完 后来的流向到哪里 好像没有很清楚这个技术 那当然 以当时的看法的话 那可能我们是继续 往西部移动 那么后来就到 这个南多路撒这个地方 那么就是第一个说 南多路撒就是你们去巡根的 那个地方 已经在南马亚的区域里头 对 这个是第一个说法 第二个说法 可能是因为世界太久远了 所以太过去的事情 就没有提到了 就自在了当的就是说 我们刚刚那时候 从这个台南或是江南平原 这个地方 是欢迎去台南或是江南平原 然后汉人就是大陆移民到台湾以后 把冰部组去到那个山脚下 然后冰部组再把我们刚刚那时候 挤走 那么我们刚刚又继续前行 是 本来是要往冰洞 因为冰洞是冰洞平原 本来想到这个冰洞这个地方 是 但是冰洞这个地方好像已经有人了 是 我们进不去了 就要绕过这个离岗溪 离岗溪以后再转到这个 现在的崎山溪 是 所以崎山溪向北移动 然后到了甲仙的观山 有一部分的住人就留在那边 是 因为那边在看了一些地 还认为那个地方 还可以在那边生存 可以工作 是 结果有一部分的人留下来 那么大部分的人呢 继续往上北发展 到了现在的武力埔那边 稍微在那边休息一下 然后呢 长老在点算 壮年 就是点算最壮年的部分 那个老陆父母都不算了 一直点算 就有八百个人 有八百多人 然后 双国以后就继续往北 这个时候 真正的往神山去了 是 巴山涉水 然后到了这个 那斯拉那这个山 那斯拉那一个高山 很特别的 那斯拉那现在 你查得到吗 现在还是在南马夏区 那个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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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我们刚看到的 等于是圣山 是 到我们到那个山腰的时候 我们老人家 往北去一看 现在南马夏原来是 四面花山 中间有南马夏这个溪流 很漂亮 南马夏的两岸 有很多的株林地 很多平原 很适合生存 在任务的时候 我们刚刚看到 花坛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下山 下到德鲁山那个地方 是 所以以这个角度来讲 也是 不管是东来说 还是西来说 都一样到这个 南多鲁山 那么有个人的对论 是 应该是从那个 南征山和向南 向西发展以后 可能是先到台南 然后呢 再从台南又回过来 那么这样算到 那一个过程当中呢 南多鲁山等于是 我们刚刚他们已经是第三个 迁徙的地方了 在我根本就跟着这个 我这样听老师说起 好像 港南部的这个民族 大概经历过 三到四次以上的一个迁徙 才到南马夏 对不对 所以孔老师 就是您也参加过 有参加过 对不对 所以当你在参与 寻根的过程 然后自己内心呢 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这边好像也有一张照片 是大家的集体的合照 在那个 翁老师这边 翁理事长这边 好 孔老师先说明一下 你当时最新的感受 这个是 今年我们到那个 刚刚我们宇大哥所讲的 大概是我们第三个迁徙的 那个地方 是 那个地方还保留有 跟港南部居住的一个地方 我们有十切的那个墙 十切的墙 而且周边种了很多竹子 还有芒果树 还有龙眼 这个很符合以往我们的传统 那以前我们的家屋的附近 我们通常真的 我们会种龙眼树 芒果树 而且竹子也都会在那 代表你们真的 我们进到那个地方 我们会起鸡皮疙瘩 好像有人在欢迎我们 或者是什么的 那感觉不一样 真的是一个 我们一个民族 到以前我们的祖先 曾经住过的地方 我们真的那种感觉 非常非常的 有一点震撼 有点怀念 有点要自我激励的感觉 是的 因为台湾原住民的很多历史 我们都是口述历史 当我们回到 我们的老人家跟我们说 我们生活在那块土地的时候 当你亲自回去那个地方的时候 你真的会觉得说 我们真的是真切的是生存在台湾 这块土地上 多么的真实 再待会我们要 再继续来介绍 这个Ganagabu的一个文化的服饰 还有包括他们现在的证明之后 他们的担心 特别是他们即将要濒临的这个语言 到底在政策上面怎么恢复 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太景次的初遥 就会在天后 这么一天 coordin着 大人的潜在 每天都不够 这个计算 都会是把脸 这样子 因为它们的生存 神经人 总共不得 你们 Always 好 所有地上 都有一期 欢迎回到部落大小生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一个小时多的节目 我们介绍了很多 铛铛铛铛的一些文化 包括合计米共计 还有命名的方式 甚至铛铛铛铛铛 是什么样的意思 那接下来我们利用这样的时间 我们来介绍一下 大部分的人会从服饰去知道说 这个是州族 这个是泰雅族 这个是阿密斯坂扎的族人 那铛铛铛铛的服饰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穿法 或者是还有什么特殊性 我们现在也许请翁老师 还是余老师 稍微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服饰 其实也有一种追寻的 文化的一种意义在 我们先看以前的照片好了 好 翁老师好了 好 这个照片是已经一百多年的照片 那么我们的服饰 有分为早期跟中期跟现 就是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做的衣服 那么我们可以从最早期的服饰里面 然后我们拷贝了之后 拷贝了之后是变成是现在的现金的服饰 是看起来是一模一样的 是 我们也准备了有一些图表 也许我们的导播可以让我们看一下 那个服饰的那个图的一个内容 好 老师您继续讲 没关系您继续讲 那男生的穿着要 就是可以看成比较有区别的方式 男生我们的穿着都会把这个 前面这一个把它翻过来 翻过来就是我们的穿着方法 这个要显现它的胸部肌肉 跟胸部肌肉就是代表它主人的 这样的一个强壮 是 然后也要显现说 它里面的色彩是代表我们的穿着的方式 那我们衣服的背后 衣服的背后有六体线 好 老师您转过来 这个代表是我们 卡拉克那部有六个色 六个色聚集在一起的一个族群 那么六个色它这个颜色的取得是从彩虹 彩虹的取得 就是这样的一个 您刚刚说男子背后那六个颜色是六个色 那这个是传统服饰还是你们现在希望说大家凝聚才后来的文化诠释呢 就是因为后来觉得说在穿着的方式 比如说像北洲 还有我们过去的就是称北洲跟两个南洲 那么穿着的服饰就几乎类同了 就差不多 所以因此我们想说因为这个背过去这个颜色 我们是几张布是绑在脖子上 这样子掉在后面 所以我们想说不必这么麻烦 要显现说我们卡拉克那部的服饰是背在 好 老师我们再看一下您的背后那几个颜色 包括蓝还有白色 还有包括绿色跟黄色跟红色 我觉得这个也是相当特别 好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请转过来 好 所以在服饰上面目前 那女子我们看到了 那男子其实现在也有统一 那女子这个部分是不是哪位老师 可以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也是 翁老师 好 翁老师请说 女子就是我说在现代的服饰 改良 完全是 也不叫做改良 因为这是一百多年的服饰 对 一百多年的服饰 我们拷贝之后是这样的一个 很美 这样的一个色彩 也是这样的一个形状 所以我们目前女士的服饰 就已经是这样子 定了就是这样子 是 好 谢谢 好 那透过翁老师的解说 我们可以知道 下次你看到这样子的服饰 就是我们的甘纳部的族人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特别提到 其实正名对我们很多族人来说 特别是你们这个民族来说 是非常振奋的一个消息 但是想问一下孔老师 老师我们常常会说 当正名之后呢 正名之后这个民族的使命 或者是对年轻人这边呢 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年轻一辈说一下 或者是对我们的整个国家的民族政策 这个部分以你们这个民族来做一些说明 我们证明到今天为止还没有满月 对 对 那很多人就这样想说 要考虑到你们的权力问题 但就我个人来讲 我不认为说我们现在要谈的是权力的 反而我们要反共自行看看 我们究竟应该要做些什么 是 因为长久以来我们是在州族跟在一起嘛 所有的文献或者是记录 大部分是以阿里山州作为中心 然后再做解释 然后记录我们卡尔卡尔布的文献 非常非常的少 是 所以我们要认识自己 或者请别人来认识我们 这个部分的史料或者是建立 我们非常非常的缺乏 所以我认为说这个时候开始 我们对我们卡尔卡尔布的知识体系方面的建立 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 那刚刚主持人也特别提到语言的问题 是 这的确是我们这次能够很顺利的证明成功 就是因为卡尔卡尔布语言还存在 我们的文化还存在 所以可以证明这个民主是存在的嘛 在小学 中学 国中 高中 我这个地方我特别要赞美我们的 南马亚的民生国小 民权国小 还有南马亚国中 他们在这个部分给我们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今年我们延民会所主办的单词竞赛 我们卡尔卡尔的小朋友是 在宾尾组里面是得第一名的 然后参加朗读比赛 也都有很好的成绩表现 我们现在最大的缺口在哪里 就是中年人这个部分 就是现在当父母亲的 小朋友在学校协会的主语 应该是要到家里要使用 现在反而父母亲要问他 这个怎么说 这个怎么说 完 我们现在中年的那个父母亲 他不知道怎么讲 他问小朋友 那个完怎么讲 小孩子告诉他 这个是阿拉丁 这个是打工病 所以这个缺口 今后我们要特别加强 还有我们新传 我们都会凋零的 要请后面的人赶紧补上来 这样我们才会永续的进步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也准备了一些资料 现在在世界联合国这边 有把好几个原住民的语言 列为这个极度危险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表的第八之一章 现在有好几个语言 包括最近证明的沙鲁瓦 还有卡尔的语言 也包括在里面 其实原民会有很早就重视 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存在 所以在101年开始有很多的政策 其实以前也是有 我们来看一下 最近这几年的一个主语的政策 我们来看图表第八之二 包括积极抢救其老智慧 办理主语学习家庭 推动这个师徒制 而且是一对一 103年有个计划是人才实质培训 还有包括专家学者来加入 这个辅导的制度 我们当然要请庄伟帮我们说明一下 刚刚那个孔老师特别担心说 中年这个部分 他甚至还要问孩子主语到底怎么讲 关于这个状况 可能不是只有卡尔卡尔夫这边有出现 对像这样的状况 原民会在整个濒临语言的推动政策上面 是不是有一些新的或者是做法 台湾所有的原住民的语言 大概都非常的危险 其实不只是刚才所提到的 刚才图表所显示的几个族群 那我们我这边所边有一个资料 是专门针对卡尔卡尔夫的一个调查 当时我们调查的人数是总共207个 所以将近卡尔卡尔夫的一半都接受我们的调查 在这个调查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数据 我们有一个问题是这样问的 就是说你日常生活使用的语言是什么 然后其中把卡尔卡尔夫的族语 单做日常生活主要的语言的有32% 就是他经常讲卡尔卡尔夫的语言 但是常常讲布农族语言的有72.4% 然后常常讲国语的有98%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常常使用卡尔卡尔夫语言的族人 其实是偏低 然后有教小孩子族语的 大概只有34.4% 那但是在这些数据里面 我们发现就是说有一个很积极的面向 就是大概有99%的族人 认为说这个族语是身份认同 跟身份认同的一个很重要的表征 而且他们认为说会族语 是一件非常体面的事情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族语复赠的意识非常强 那我们现在园明会 其实从101年就推动这个 针对这个比较危险的几个语言 推动所谓的兵尾语言的抢救计划 那它里面就包含了 比如我们要收集这个语料 透过这个勤劳的一些反弹 建立一些影音的这个资料 把这个语言保存下来 然后推动这个族语学习的家庭 透过家庭的学习 把这个语言保存下来 然后也推动师徒制 以一对一或是一对二的方式 来推动 那到了今年 我们也特别加强这个人才师资的培训 然后也透过一些专家学者 来加入他的一些辅导 那当然我们其实也另外推动 就是所谓的族语要向下延伸 就希望说更年轻的人都能学会 比如说包含我们的这个族语保姆的计划 族语保姆计划就是我们鼓励 就是我们也给一些奖金 如果说你愿意用自己的族语 来带你的小孩子 我们给他三千块钱的奖金 然后我们也推动这个族语的幼儿园 那接下来会有22个 今年9月会有22个幼儿园 他会开设这个族语沉浸式的 这个幼儿园的班级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 我们希望透过从小到大 包含这个族语的保存 慢慢把这个族语呼吞起来 好那刚刚听到专委特别提到 其实我们想起来大概是全面性的 能够来抢救这个兵威语言 不过实际生活在部落 也许我们请翁理事长 就您身为一个部落旗老 看听到圆明会有谈到这么多的 一个政策的一个协助 您觉得有什么样的建议 或认为说什么样的才能够真正去 挽救这样子的一个兵威语言呢 翁琪请说 对正心无意 我觉得我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是 我是想呼吁我们所有 Kanakana夫的先生 因为我们大部分是娶 布农主的太太 通婚 所以这个要从我们先生 男生来发起 自己要学会自己的母语 母语 然后教你的太太 跟你的小孩 这样的话 应该是会 就是学得会比较快 那另外 我认为说 我知道现在所谓的 必修的一个课程 国小跟幼职员呢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课程 就是一个礼拜一节课 我觉得说这一节课是太少了 太少了 那么这个我也实际上做一个建议 因为你今天如果说只有一节课 一个年级一节课 一个礼拜就只有一节课 那你今天所教的 老师所教的呢 恐怕他想说无所谓 反正一个礼拜嘛 下个礼拜我再记着嘛 无所谓 所以如果说他时间比较短的话 他可以 老师可以去读到 他说我在后天 或者说第几天 我会做这样的一个 简单的一个考试的话 这样的话 他会深深记在脑海里 所以我觉得说 是不是政府们 能够将这个必修的课程 增加为一个年级三节课这样子 我想是不是会更好 好 专闻其实12年国教在推动了嘛 这个在本土语言这个部分 你可不可以稍微分享一下 这样政策的进度 有没有可能性 至少在原委会跟 在教育部这边沟通的部分 能够回答一下 那个翁齐老的一些看法呢 当然在目前的话是国小的部分 它就是一个礼拜有一节课的时间 那当然到国中的时候 它是变成 一直到国中 它变成是一个选修 它可以选修 那现在12年国教 它要到高中的时候 当然目前这个 其实一直还没有定案 目前他们所研理的版本 就是说 变成说是 看看是不是能够朝向必选 必选的部分 就是说如果说它有 那就一定可以 但是也有一派的人 他们主张就是 它就变成就真的 真的就选修了 就看那个原住民的小孩 要不要选 但是我们是希望说 能够变成必选 只要是原住民的小孩 他就一定要去选这个 他自己族群的语言 是像这样子的 并为语言 其实对这个民族来说 真的是非常重要 如果在一般的课程当中 就让孩子学习到 可能会加分 但是时间剩下 最后的三分钟 我想应该有很多的 港南港南部的青年朋友 也在收看我们的节目 就我想说证明 三位其老其实都有跟我说过 其实是为了下一代 那在这节目可不可以说看看 对下一代的期许 大概每人一分钟 我们也许先请啃老师好不好 啃老师先说些话 其实我是想借这个机会 来表我的想法 我们当州主如果说按照 从日本时代开始做分类的话 我们当州主大概有120年的时间了 其实这段时间 也是给我们蛮深刻的印象 就人口来讲 阿里山州人数比我们多 但是有很多的场合 他们给我们很多的礼遇 对我们很客气 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 跟阿里山州主来讲 感谢我们学到很多 那以下的路 我们自己真的要自立自强 是 好 余老师 余老师几句话 是的 我们现在正在证明 那么在证明的话 最重要还是我们的语言 因为叫做我们 自己也不会讲的话 我们证明好像没有什么语言 必须要有语言 真正有刚刚弄的语言 大家都会说的话 那我们证明再有意义了 是 那么再给我补充刚才 原委会也感谢他们 对通这个 这个病委语言的这个政策 我觉得是非常的很好 然后我就补充说明 就是刚才文女师长也讲过了 在这个学校里面 尽量把这个 刚刚弄的这个语言 能够在课程上多一点点 那么再过来 在我们社会教育里面 希望我们刚刚弄能够在 平时的话 平时就是用刚刚弄的话来对谈 好 这样才会进步 再过来在家庭方面来讲的话 希望父母跟儿女 都都讲刚刚弄的话 这样的话 这个刚刚弄的话 就可能会慢慢的 大家会有进步 好 因为何况现在都是我们 我讲是南马下这个地方 是比较特殊的地方 因为是很多租情基在一起 要真的对动母语 刚刚弄的话 就比较不容易 谢谢 好 谢谢这几位来宾 其实今天介绍非常多的五话 就是让我们很多的族人朋友 一同认识这个 Garnabu这个民族 感谢你的收看 有关原住民的相关的 一起请锁定 部落大小生 我们下次再会 不好意思 谢谢 谢谢 追踪报导 原住民族关切的公共疫情 关心当代原住民族的社会文化现象 掌握原住民社会的脉动 勾勒未来 原住民族社会发展的愿景 租公政府决策 和社会讨论的关键观点 在这里的军民族 在这里的军民族 很 introductions 本日文族会讨论的模特别牛 footsteps 相应和社会讨论的国区 μια州的共产 consult 海浪 稻浪 领海相互呼应 海拔一千公尺高身上 猎人的呼唤 小米 红梨 传统歌谣 传唱收割 湾兴东部原乡大小事 邀请在地人聊部落故事 还有说那修根 就是说现在你们复役 复役之前 这个放心的意义 可是有个人可以知道 每周是晚间九点 尽情锁定东海岸之声 就像我们在地人之间 在地人之间 中文字节目 在地人之间 和地人之间 中文字节目 也有些人 就像我们这一样 我本人之间 让我来到地人之间 我以为我会想猎解 父母也知道自己的地牢 我冲不在洞 我冲不在家里 她就冲不在洞 冲不在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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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宅就是为了使行动不变的生长者 或是生活不变的高龄者 能有一个友善 便利 而且安全的生活环境及居住空间 第一 必须要设置无障碍通路 第二 要有宽敞的空间 第三 是设施无碍等三大要素才行 内政部一直致力于打造无障碍住宅 营造通用无障碍的环境 照顾每个家庭 带给每个人生活上更多的便利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